为期两天的2023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 即中美战略博弈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 5月20号至2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 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数十所高校 及研究机构的近200位专家学者与会 围绕当前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展开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 中美关系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举足轻重的部分 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美国不断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着愈发复杂的安全环境 美国来讲把台湾已经纳入到它的印太战略中间 是一个它的对华整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些来讲都是赤裸裸地干预我们的国内政治 包括干预我们的国家主权 这个是我们坚决要反对的 所以台湾问题现在实际上成为一个中美战略博弈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在嘉宾演讲环节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国申提出 要秉持历史全面辩证的视角立足于国际格局审视台湾问题 坚定战略定力保持发展节奏在自身发展进步中落实祖国完全统一 要站在两岸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样的一个高度 这样的一个立脚点上 去思考我们该如何 雍容大度地去处理好这个问题 我们既要坚持原则 又要讲究策略 两岸之间如此 中美之间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 也是如此 我们既有坚定的立场 但同时呢 我们又不失风度 此次研讨会设立了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 美国对外战略 美国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四个平行分论坛 与会专家围绕各类问题 开展深度交流研讨 美国研究学者的圈子 跟我们台湾研究学者的圈子 有一定的交集 但是交集的不是很深 所以坐下来 这种面对面的 深度的这种交流 其实不多见 我觉得对我们 更精准地去把握当前的形式 然后掌握就是台海的这个脉动 然后预测今后 台湾问题 以及中美关系的这样发展趋势 我觉得其实都是 非常有好处的 据了解 本次研讨会由中华美国学会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国际关系学院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联合成办 联合成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